非常感谢大家参加第37期的云端论朗活动 我是周丽 然后现在Yusef做博后 然后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请到赵静荣来给我们做报告 然后他本科是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化学专业 后来在神经所拿的博士学位 现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研究NNA的剪接机制 我们有请赵静荣 好的 我先把我的 对 你可以试分享一下 好的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抽出时间来参加本期的Neural Report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刚刚在eLif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是FGF13基因 无撇的非翻译区的点突变 引起了蛋白翻译的异常 以及最终导致了智力障碍的表现 那么首先介绍一些关于智力障碍相关的背景 智力障碍其实是一种神经系统发育性疾病 它的定义其实是相当明确的 一般是有三条 第一条就是整体的智力水平 IQ值是低于70 那么这个值是由我们的人的 总体人群的平均IQ 然后减去两倍的SD算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平均IQ是100 然后呢 SD值是15 所以绝大部分人是位于85到115之间 那么第70的我们就认为是智力障碍的表现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 一般是智力障碍的孩子 一般会在智力功能 以及适应性行为上出现严重的障碍 那么第三条呢 也就是这种智力障碍的表现 一般是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出现的 那么这很明显是为了区分一些神经退行疾病 比如老年持胎之类的 在智力障碍的分类也有更细致的分类 那么绝大多数85%的都是一些轻度的智力障碍 那么它的IQ值是50到69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是所谓的中度的智力障碍 有10%的智力障碍孩子会表现为IQ值在36和49之间 那么所有的IQ值低于35的 我们就认为是中度的智力障碍 这一部分孩子一般是 基本上是没有自我自理的能力 是需要一些终身的陪护的 所以这一部分的孩子 对我们整个社会 还有一些家庭的负担都很重 所以关于智力障碍的研究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所有的智力障碍表现里边 研究的最为详细呢 就是X染色体连锁的智力障碍 那么现在已经被鉴定出来的X连锁的 X的染色体连锁的智力障碍基因已经有140多个 那么我们也很容易就可以从里边找出一些非常熟悉的基因名字 比如邱子龙老师非常喜欢的MECP2基因 这个FM21基因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智力障碍相关的基因 以及其他的相关基因 那么我们所关注的FGF13基因 那么其实是没有在这个例子的这边 但是它是位于X染色体的长臂的26区段 大概是和PHF6这个基因距离是非常近的 那么FGF13基因是整个的FGF就是所谓的成纤维生长因子家族里边一个非常特殊的亚家族 FGF11 12 13 14这个亚家族是在所有的家族里边唯一的一个非分泌性的亚家族 因为成纤维生长因子的绝大部分的作用机制都是由细胞分泌出去 然后由FGF的Receptor接收到这个分泌信号之后 启动一些细胞的信号途径 那么这一类的 那么FGF13所在的亚家族是一类非分泌性 而是非分泌性的FGF亚家族 它主要是在包内化的作用 那么2012年我们实验室发表的那篇cell paper也详细地阐述了这个基因 在细胞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我们的理论是这个基因是作为一个先微管的稳定蛋白 我们知道微管的稳定发育和非常多的神经的发育的相关表情 相关的进程都是有很重要关系的 那么FGF是在缺失的情况下 微管会表现为松散 以及末端的分支增多这样的现象 那么在神经系统的发育上 那么表现基本上就表现为 神经元迁移的滞后 以及神经元环路形成的一些缺陷 最终在小鼠表情 小鼠内就表现为支离障碍 以及记忆能力的缺失 那么在人里边FGF是在基因的这种disruption也会造成 Excellence的连锁的支离障碍相关的发行 那么我们这篇文章 那么整个大致的奥特曼文 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基本上就是 我们首先鉴定出了 在FGF13 在汉族的重度支离障碍 换耳内 重度支离障碍的换耳内 鉴定出了这个点突变 我们接着发现这个点突变 是影响了FGF13蛋白的翻译 不管是外源转染系统 还是内源系统 都出现了蛋白翻译的下降 那么这个点突变呢 也在小鼠的体内有同源的位点 而且这个同源位点也能机会 引起相似的蛋白翻译的缺陷 而点突变的模型小鼠 也简单为神经系统发育的异常 以及学习和记忆能力的下降 接下来呢 我们是对这个点突变 引起蛋白翻译下降的分子机制 进行的研究 以及做了一些resecure的实验 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点突变是如何鉴定的 那么我们基本上收集了100名的 汉族的重度GD帐的幻儿 那么在65名的男性幻儿中 我们发现了这个位点 有三个幻儿都有这个点突变出现 那么是三个半盒子 那么在35个女性的幻儿内呢 没有发现这个点突变 那么这个给予我们的整个的 这种 Illio Frequency 就是基因的 基因频率大概是在 2.2%左右 然后其实这个点突变 在人群内是属于 是一个低频 比较低频的点突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1000G或者EXAC这几个大的测序数据库里面 这个点突变的 位点大概都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的 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测序数库里面 没有发现任何的纯核子 有其他的半盒子出现 但是这个纯核子 我们是没有发现任何有这样的案例 这个点突变呢 他的家系遗传是典型的X染色体 连锁的隐性智力 隐性突变的这种遗传模型 即为他的父亲是野生性 然后他的母亲呢 是一个携带着 一个杂合体 那么这位男性化儿呢 就遗传了母亲 从母亲那里遗传到了这个隐性的点突变 竟然出现了一些智力障碍的表情 那么这个点突变呢 在FGF13基因的翻译里面 在目前已知的异构体内 主要是影响三个异构体 那么我们呢 选择了二号和四号异构体进行研究 那么这个异构体 在这个外形Axon里 这个异构体基本上是 包括了无撇的非翻译区 以及ATG之后的coding region 然后这个点突变是位于ATG 上游大概是31BP的位置 那么我们之所以没有对第三号 染色体 第三号异构体进行研究 也是因为这个三号异构体 并没有选择这个ATG 而是在下游又一百多BP之后 在这个地方选择ATG 导致它与ATG的整个的距离 比那个我们所挑选的 二号以及四号染色体的距离 比较大了很多 而且这个异构体所翻译的蛋白 其实也和这个五号的异构体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异构体是比较难研究的 所以我们就基本挑了二号和四号 两个异构体进行研究 那么我们利用构建的外缘表达指令 然后进行转染系统 我们发现这个点突变是引起了稳定的蛋白翻译的下降 无论是二号一构体还是四号一构体 那么在RNA水平呢 我们是没有发现到任何这种明显的差异 之后我们通过或换儿的这种体细胞 然后通过将它诱导成 诱导的多功能干细胞 然后利用多功能干细胞 进行内源蛋白表达的这种研究 同样也发现这个内源蛋白的表达 其实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之后利用这种人的诱导多能干细胞 然后分化成了神经元 我们基本上也观察到了 携带这个点突变的神经元 它的极性神经元的比例是有明显的下降 而且神经元的轴突的末梢的分支 其实是有比较显著增多的 这个和我们最早的那篇cell paper内 发现的这种FGF13敲出的小鼠的神经元的发育 其实是有非常是具有同样的现象的 在这种人类的在这种人员实验 就是做到这种诱导神经元之后 我们想进一步的在发觉这个点突变 在小鼠内是否有同样位点 以及并试图构建一个这种点突变的这种小鼠模型 所以赵二兄我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上一招来 对就这个地图 就是为什么你拿了那个换儿子体细胞之后 要把它诱导成多功能干细胞之后 然后检测它这两个F4目的 你来下降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幼儿 其实儿童 我们所说的儿童大概也在6岁到10岁左右 然后其实它的体细胞的增值能力 其实已经非常差了 你不可能反复去找那个换儿去取它的体细胞 所以我们只能把体细胞取出来 然后对它的体细胞进行了诱导 然后分化成多功能的干细胞 然后我们才能进行细胞的繁殖 才能不断地获得细胞的样本 这样的 其实原因只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所谓的收集的体细胞 其实是从尿液里面收集到的一个 就是大概是从肾脏或者肾小管内脱落的一些细胞 所以从伦理上来说 你是不能直接就是真正的取病人的样本 所以这个方法 大概是就是对病人的伤害也是最小的 那么我们呢也能获得最大量的细胞 所以这个做法是还是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人类样本的研究方法 那我继续 这个突变呢 其实我们 不是这个突变 而是这个位点呢 其实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灵长类以及蜜齿类 那个这个点是非常的保守 所以我们也通过这个点 得到这个点在小时内同样位点 构建了一些外源表达体系 我们基本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蛋白表达量的下降 那么用这个点突变 用这个小鼠同样位点构建的点突变的模型小鼠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小鼠的大量皮层 以及海马区的内源蛋白的表达也是有明显的下降的 之后我们利用这些点突变的模型小鼠先进行的一些行为学的实验的研究 其实这一部分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先选用了几个行为学的表情 那么首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墨式的水迷宫模型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模型 就是我们是将小鼠放在一个大的水池里边 然后大概有一个位置 在一个圆形的水桶里面 圆形的水桶分为四个象限 然后我们在某一个象限里面加入了一个平台 小鼠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游泳 所以他会尽可能地找到这个平台 并跑到平台上去休息 我们其实在第一天 前面还有一个第零天的适应性实验 就是这个平台是在水上 那么小鼠会根据水桶四周所贴的不同标志 然后来记忆这个平台所在的位置 之后我们就开始training 就把平台降入水下 然后让小鼠通过四周不同的标记 然后记忆那个平台在某在哪个位置 并且通过六天的training 那么那么很简单就是越聪明的小鼠 他就越能在短时间内找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Y-type小鼠的这个曲线 可以看到在六天的学习过程中 他的表现是越来越好的 最后大概不到十秒钟就能找到这个平台 水下的隐藏的平台 然后被你身上去休息 那么携带这个点突变的小鼠呢 他的学习曲线就要慢了很多 最后他其实一直也大概需要的20秒才能找到这个平台所在位置 比Y-type小鼠呢 它野生性小鼠的表现要差了很多 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这个统计方法呢就是统计 小鼠在平台所在的向线内所探索的时间 也就意味着他知道那个平台在那个位置 然后他就会一直在那个地方绕着找 绕着找 然后在这个平台内所在这个平台所在向前花费的时间越长 也就代表着这个小鼠的记忆能力也就越好 那么其实最后一天我们还会把在六天的training之后 最后一天是把那个平台撤掉 然后让小鼠做最后一天的这种probo test 我们可以发现野生性小鼠 即使平台已经不在那里野生性小鼠 在这个平台所在向线花费的时间 远远还是要比Milton的小鼠要长 也意味着野生性小鼠记得这个平台在这个向线 所以他一直在那边找 那么这个platform cross time 就是在小鼠寻找的过程中 穿过平台原来所在位置的 那个原型平台所在位置的那个点 所穿越的次数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种野生性小鼠 比突变性小鼠 穿过平台所在位置的次数 也是要多的 说明野生性小鼠 是更加清晰的记忆了平台的位置 并且能够尽快的找到这个位置 而突变性小鼠 是有明显的学习和记忆方面的缺陷的 那么这个 行为学实验呢 就是所谓的电机箱实验 那么对小鼠进行电机 然后在小鼠承受电机之后 会有一个这种僵直的表情 phrasing time 无论是这种短期的 这种长期的环境性的记忆 以及短期型的这种 快速记忆 它其实野生性小鼠 都是要比突变性小鼠的记忆能力 是要更好的 我还是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表情 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好了 这个实验其实是将小鼠放在一个笼子里 然后笼子底部会给它一个电机 然后这种电机会给小鼠一个刺激 所谓的联想型的记忆模式呢 就是当你对它建议电机之后 再把它放回那个笼子里 它认识到这个笼子 就会立刻联想到电机 然后这个时候它出现了僵直 这就是所谓的对由于环境进行联想 然后引起的这种恐惧记忆 另外一个是给予一个声音的刺激 然后在电机和给予电机的同时 给予一个声音刺激 那么在下一次test之后 不给电机但是同时给的声音 他们如果能把声音和电机 这两个信号联系在一起 那么它也会出现这种phrasing 实验越长 也就意味着它的记忆是越清晰的 后续的两个主要是 比如tile cessation 就是悬尾实验 这个其实是一个抑郁的表情 所常用的一个行为学表情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表情就是把小鼠 就是拎着尾巴悬挂起来 所谓的immobility 就是小鼠出现抑郁表情 然后就开始放弃挣扎了 放弃挣扎 就会出现这种静止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mutan的小鼠 是非常不容易出现 比Y-type小鼠出现这种 不动的时间是要远低很多的 也就意味着 携带点图片的小鼠是非常不容易抑郁 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可能是它的记忆力没有这么好 反而就是导致它不容易抑郁 另外一个这个3-channel test 其实是一个社交性行为的实验 那么我们其实在小鼠 突变衍生型和突变小鼠 其实没有发现特别大的区别 那么唯一有一点区别的可能 就是它在中间空白的 中间自己的位置里面 可能探索的时间会更多一点 那么我们利用小鼠的 从小鼠内取出来的神经元进行培养 也发现了就是和人的诱导神经元 人的诱导神经元更同的现象 就为这种即性神经元的比例减少 以及神经元轴突末梢 分支增多的现象 那么我们这样的表情也可以通过外源 转入FGF13蛋白 得到一定程度的resc 与这种神经元轴突末梢分支的增多 同样就是相联系的一个表情 就是小鼠在一侧注册标记 然后到另外一侧追踪 它的对侧投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突变性小鼠 在对侧的投射 是比野生性小鼠是要明显的增多的 也就意味着它的轴突的末梢的分支的增加 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机制 那么点突变小鼠 其实比野生性小鼠 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神经元迁移的障碍 我们通过外源导RFGF13蛋白 也可以部分的rescue这样的表情 其实无论是人体的实验 以及小鼠的各种实验 那么这个出现的各种异常 它的最基本的机制 其实都是来源于这种 FGF13蛋白翻译的异常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课题的说 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搞清楚 这个点突变是如何引起 蛋白翻译的异常 那么在 其实蛋白翻译的 大家对蛋白翻译的过程 其实也都非常清楚了 那么我们对于首先就是利用 就是多具核糖体分型的一个实验 来研究FGF13氏氏氏RNA翻译的活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Polysome Fraction的实验里边 JAPDH内残基因 它的整个MRNA的分布 Ytype和Mutant是基本相似的 但是FGF13蛋白的翻译 我们就可以看到 突变Mutant的FGF13 有一个明显的像这种 就是比较轻的Polysome Part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Shift 我们都知道这种 在蛋白翻译里面 其实是Polysome 就是越为越重的Polysome 它的翻译活性其实越高的 那么这个Shift 也就代表着FGF 突变型的FGF13的 蛋白的翻译的活性 是要比野生性 是要低很多的 那么我们利用这种 就是 就是real-time PCR 其实也检测到了Mutant的FGF13 在Polysome Part 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这个是可以直接联系到FGF13 蛋白翻译量的 蛋白翻译量的下降 那么它下面的基本的 它下面最基础的分子的表现 分子的机制其实我们 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探索的 那么根据以前的报道 我们知道 无撇的非翻译区 突变 影响蛋白翻译的机制 其实基本上是就这么几种 首先就可能是突变区 存在了一个核糖 内部的核糖体进入的位点 点突变导致这个结构消失 这样会影响下游的蛋白的翻译 另外一个就是改变整个RN的二级结构 或者是有一个上游的开放月光框 最后就是一个RN搬离蛋白的改变 那么我们用排除法先排除了 这个内部的核糖体进入位点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WiTAP的MRI 还是MUTIN的MRI 都是明显的跟这种已知的 已知的这种IRIS的结构 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它反而跟Random的Sequence是更加相近 也就意味着无论是WiTAP 还是MUTIN的RNA 都是没有核糖体内部的进入位点这个结构 那么我们用软件来预测 RN的二级结构 也发现这个点突变 其实至少在这个片段里 是没有引起蛋白 MRI的二级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 那么我们通过网站的预测 也发现 在无皮尔翻译非翻译区 其实是没有上游的开胖 又不矿的存在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重点 集中在了一个 RNA的斑定蛋白的改变上 那么首先我们先进行了一个 大概是一个筛选的实验 我们所进行的实验就是 将这一段RNA合成出来 然后外源加上一个Biotin的Label Biotin的Tag 然后通过这种Biotin的实验 将通过Biotin RNA和蛋白的核细胞的裂解物 或者是体存蛋白进行浮育 然后再利用这种磁性的Biotin 将所有的RNA以及它结合的蛋白 Pull down下来 然后通过将这些蛋白的送区做质破 我们希望能够发现 就是和这一段RNA结合蛋白 以及Whatever mutant之间 蛋白结合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那么我们做的质谱实验 就会发现那么在Whatever mutant的RNA之间 PDBP1这个蛋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蛋白结合量的下降 那么另外一个 非这种MATR3这个蛋白是一个 跟序列的特异性没有关系的 它的结合量就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的loading control 来证明我们整个实验 在Whatever mutant之间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MUTANT的整个的结合量 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而且它的结合量 它的结合量整个的量上也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就将我们的研究的重心 压到了集中在了PDBP1上 那么我们其实通过这种外源的RNA 和293蛋白和293细胞的这种裂解物进行浮育 可以看到PDBP1的信号是有明显的下降 这个Whatever mutant试验 也可以和我们的质谱的试验进行相互印证 那么外源我们纯化的PDBP1蛋白 以及RNA进行浮育也发现PDBP1和RNA的结合能力 和突变性的RNA的结合能力是有明显的下降的 那么PDBP1还有所谓的PDBP蛋白 还有一个神经性的PDBP 就为PDBP2 那么我们想集中在神经系统呢 所以我们也对这个蛋白的和RNA的结合的能力进行了研究 我们也看到PDBP2和mutant RNA的结合能力 是有非常显著的下降的 那么这个纯化蛋白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 结合下降的表现其实是更为明显的 然后到这里我们是用RNA来pull down蛋白 那么其实更为经典的做法 其实是一个用蛋白来pull downRNA的做法 其实我们也对 也用这个实验进行了正反实验验证 就为用这个whatever mutant的诱导的多能干细胞 然后通过UV crosslink将RNA和蛋白进行binding binding是进行结合 然后lysis之后用PDBP2的蛋白 抗体将PDBP2的蛋白 以及PDBP2蛋白所结合的RNA拉下来 那么我们用qPCR的方法来进行检测呢 也发现就是mutant的RNA被binding的量 其实远低于衍生性的RNA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这个PDBP2的蛋白结合的表现 结合的差异确实是引发后续蛋白翻译下降的最主要机制 我们还进行了一个rescute 那么在这里的rescute实验 我们是用一个pof这种pof这个蛋白 让它来识别特异性的一个RNA序列 然后我们编辑的这个蛋白 它既编辑了识别野生性Y-type序列 也编辑了这种识别突变性 就是mutant的mRNA的序列 那么用这个蛋白将PDBP2 就是硬性的结合 硬性的结合到这个RNA上 我们可以看到将这种野生性的pof 和mutant的pof进行外源的 也就意味着将PDBP2进行额外的结合到mRNA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mutant的蛋白翻译 其实出现了一定的rescute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rescute实验 我们在外人culture的这种cultical neuron里边 也同样做了这种rescute实验 可以看到FGF13蛋白翻译量的这种rescute 那么同时在转入的神经元内的这种morphology的分析 我们也看到急性神经元的比例也有一定的回复 那么轴突末端分支也是做了部分的rescute 整个神经发育的异常有一定的rescute现象 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文章讲到的一个story 你这个story其实还是比较的简单易懂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所发现的这个点突变 是能够明显的影响pdbp蛋白的结合 pdbp蛋白的结合和这种repsum的招募 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在有较少的pdbp的结合蛋白的情况下 蛋白结合的情况下 repsum的斑定量减少 导致下游fgf13蛋白的翻译量减少 因此导致了一些fgf13剂量不足的效应 导致下游出现了一些神经发育的异常 以及在人或小鼠在行为学上表现的学习和记忆能力的下降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文章的一个story 好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 你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对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问 或者把问题打在chat里 或者比如说你可以在chat上说我想提问 或者你可以在zoom上举个手之类的 然后就不容易被忽略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老师 可以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lgf突变 就是在这个换额里不是分为两种类型的换额吗 就是说把这个患病的换额分为这个突变组跟这个非突变组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基因的突变组 跟这个非突变组这个换额的话 它这个临床表情就是说这个症状的七跟重度没有区别 你们分析一下 你是在说这个是吗 就是这是携带突变的话 对 携带突变而非因携带突变 它的临床这个表情 其实通常我们并不这样比较 因为引起智力障碍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它可能不携带这个突变 但是它可能有其他更严重的致病菌 所以我们通常是将就是患病的患儿和正常的儿童来进行比较 所以说因为其实我也刚才也介绍了 就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就单单X染测体连锁的智力障碍基因 其实都有一百多个 那么其实是整个染测体可能有上千个 所以说在换而内分这种携带和不携带的 我认为其实可能我们比较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因为他们的其他的基因背景其实也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谢谢 你好 你好 这个我我想有一个问题 你做了Risk有这样的 你有没有在老鼠里面 然后Risk以后再做Behaviour 就是来看它的表现有没有回复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会议开始之前 周立师兄也有提到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我们并没有做这个试验 因为其实是有两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就是智力障碍这个表情其实是由 其实是非常早期就开始发展的 就是它可能是在就是出生之后才表现为智力障碍的表情 或者成年之后 至少小鼠我们进行成年之后行为学检测才能进行检测 但是这个表情的发展可能远造了这个 可能甚至整个陪胎期都要进行Rescue 所以说我们我并不知道当时我们并 我不知道我在离开实验室之后 我们有没有尝试这个实验 但是我认为这个实验恐怕是非常难做的 我我能够理解 对我我也是我也是抱在这种怀疑 就是说因为你早期已经损害已经形成了 是的 而且您就像您研究这么多 就包括它的致病的分子机制 你们建立了老鼠模型研究分子机制 那我有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做你们这一块 就behavior有时候就在想做包括做抑郁症步骤 包括可能是自闭症啊 就是这一类型的东西 就是我们即便把它的分子机制研究的那么透彻了对吧 那么我们最终在寝床上想要起到作用 我们当然我们即便是研究出了分子机制 但做不到很难做到risk这一块的话 那么我们做它的这个这个意义 其实当然我不是家庭您做的这个意义的 对对我有时候我自己只是有这个方面的疑问 是的 这是很好的问题 那么当然意义还是有 首先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这种临头筛减的位点 对这是非常大的意义 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意义 然后其实更为直接的意义就在于说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 就是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个患儿已经是智力障碍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后续的这种治疗 其实我认为因为因为其实我们做神经系统 我们都知道神经系统的发育 很多是非常很多几乎都是不可逆的 对对对对 我们真正已经发育成重度智力障碍的表情的时候 在进行外源的这种治疗性的干涉 干预进行治疗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或成功性的概率都挺低的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是这样子仅从治疗方面来考虑的话 恐怕我们所做的这个研究的意义 我觉得可能并不是特别大 我能够理解我能够理解 就是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更多的是在在找筛啊 或者在这一块会相对来说会会好操作一点 那后面即便就是后面那你有没有接触过 因为我在neuralsize这一块没有那么的背景 就是你有没有接触过就是说 像大概治疗也好 抑郁症也好包括还有自闭症也好这样子就是脑鼠模型 能够因为你这样你的neural有的变化 包括有些这种pherotyping的一些东西 但通过recycle的那些neural的活性也好 branch也好这些东西 能够让脑鼠在那些行为室里面能够起到一定的一定的回复 或者或者有没有 即便不能恢复到像正常那样子 但是能够有达到recycle的一定部分作用 那我确实就是见过相关的报道 就是能够将小鼠的一些治理障碍的表情进行recycle 但是就是单独对某个基因进行recycle 然后来recycle表现 这个还我还是 这个至少我没有见到 更多的是一些你比如说是一些药物的治疗 或者是一些一些就是外人注射的 甚至一些激素 我是好像记得一些更广扑的一些治疗 我好像是见过相关的报道 但是就是现研究中就是说 一个基因发生突变 无论是点突变还是大片段的突变 然后通过recycle单独基因进行recycle 整个治理障碍的表现 我没有见到过相关的报道 我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读过相关的报道 那你解 非常感谢 谢谢 对其实我我我就就是我的rescue这个实验 就是一开始讨讨论的话 其实我们老板也有类似的观点 因为我们实验是是做发育了 然后他讲座的时候 经常经常就有人问问问他 你发现某种细胞类型 或者某种基因突变 嗯 可能是导致了某种表现 你能不能rescue 我们老板还是比较保保守 但是我从做实验的观观点来来来说的话 可能有可能可以 就就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老鼠P 比如P7P14或者P25之后 选一些药物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我猜 这种人就是非常广谱的 可能就是说 嗯 他的就是神经发育 毕竟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可能下一些广谱的药物 某种程度可能刺激神经 无论是发育还是整个的活性 activity之类的 一定程度的回复 在他的表情上面 可能会表现出来一定的 就是学习和基因能力的加强 但是 就对基因突变 引起的神经环露的异常 然后将通过某种 无论是基因的racical 还是外缘的racical 将整个环露恢复正常 这个我认为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是没有看到过相当的报道 对其实这个就我不知道 私刑还有没有问题要问 你可以继续问 哦没有了 谢谢 对然后我我还有相关的问题 就就就是说 你们也你们估计 你们谁是并不关心这个方面 就比如说这个突变的鼠 有没有脑区的特异性 比如说你做了这些行为 目前来看前前前两个 可能是海马依赖的实验 对 然后后面可能小脑依赖的实验 以及比较广泛的脑区依赖的 广普 对 就是Rotero的可能整个mobility 这个运动能力的检测 嗯 我们并没有进行脑区特异性的研究 但是基本的整个的表情 表现为去学习和记忆能力的下降 然后抑郁的表情的下降 小突变性的角色更加不容易抑郁 然后整个的运动能力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看到了一些运动能力提高 或者探索能力的提升 社交上面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变化 可能小水疹还是记忆能力出生的最大问题 我还是一个特别想知道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赵博 就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人 我们正常的人 就是每天24小时 其实他的状态都不一样的 那我想问一下 你检测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干细胞 这个提出的体细胞来 这个或者怎么样 你是什么时候给他提出来的 这个因为你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也叫实相对吧 生物节律嘛对不对 你这个MRI或这个档板 它表达是有实相性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这个有没有说 结合这个实相性的表达 因为我们正常人 比如说我们早上比较清醒 可能记东西 或者说认知能力这些 可能到了中午很困了 你这个认知能力 或者记忆比较小下降 这对于没有可能这种 有意思的一个接受点 对这个 这个当然是个很有意思的表达 但是我认为可能就是整个的 人在一天之内的这种状态的变化 可能跟激素水平 或者其他的这种 或者神经的地质 这种短时程的效果 可能关系更大 我们毕竟还是想集中于 这种基因突变的变化 所以我们取这个细胞 我倒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 但是我们毕竟是把体细胞取出来之后 然后进行了诱导分化 诱导就是托分化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细胞的整个细胞的编程 或者整个细胞的状态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的研究 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但你提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可能就比较难以研究 是因为 其实无论是智力障碍的孩子 就是本身已经很可怜 哪怕你正常人 你也没办法一直照案 要他的样本之类的 这种可能跟医学的伦理 或者科学的伦理 是有点冲突的 尤其是智力障碍的孩子 其实是非常难以控制的 我其实是接触过这样的几个孩子 然后因为我在这个我以前有做过的就是说生物节律相关的这个实验 就是发现这个生物对这个我们的这个mRNA啊这个影响 它这个实相性是相关性还是很大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说你这个做这个就是小鼠模型的这个时候 因为你肯定要做这个就是说你们实验有没有考虑到这个 就是说一天钟的哪个实相 哪个时间段去比如说取这个脑 比如说你这个取的一个是皮子 一个还有一个是海马是吧 皮层没有海马 那有没有说这种的影响有没有考虑一下 对我们还真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 但是我们就是取到的这个小手的表现 我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应该是取得P0的小手 就出生后一天 然后呃就拿去做样子的提起 呃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YTBM的小手是同时取的 这个时候可以确定的 对对对 如果说投不起应该就是说这个去消除了这这方面 啊对 呃时常有这个就是有些实验的 因为量脱吗 肯定会产生这个P字效应的 比如说我今天做我明天做 因为特别是做这个动物的行为实验室 我们一般都做好几十只这种 哎那我一一可能一天处理不完 同一个时间处理不完 可能要前后时间间隔 可能要达到四五个小时有可能 所以说这四五个小时 其实我们一般的这个生物节力 也就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嘛 但是如果你达到个四五六个小时的话 这其实就是死相已经不同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我让跟你探讨一下 谢谢哦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好的 就是我们呃可能是呃知道我们所做的小 所谓的所有的行为学然后表情呃 呃在时程的控制上当然Ytype和Mutant的小鼠呃 是同时来做的 那么如何来就是排除这个影响 嗯其实也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是用这种呃双盲实验来进行做 就是Ytype和Mutant的小鼠是混在一起的 呃就是我们是不知道Ytype是这只是Ytype 还是Mutant的还是这只呃 所以是一个随机性的时间点的分布 所以呃可能就是不存在说先做Ytype 然后再做Mutant的导致它的是整个时程点发生变化 把这个影响加 那我们是认为是可以排除掉 另外其实我们的小鼠的数量呃 我认为是12只和13只Ytype和Mutant 然后大概是20几只的样子 嗯多数的行为学实验应该还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结束的 所以呃可能这个影响嗯影响也是可以就是嗯 至少我们进行双盲实验将Ytype和Mutant的随机随机 之后嗯这个呃影响我们可以降到最低 但是你说的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嗯嗯据我所知所有的行为学实验就是 大概是24个小时做一轮 就是每一天的每都是同一个实验面来进行做 嗯如果说是另一天或者不同天不同时间点来已经做的话 嗯我我认为它肯定是有区别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检测 谢谢谢谢谢谢 对刚才刚才讨论的比如说昼夜节律对实验的影影响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实验设计 就是你怎么样安排你的实验的问题 就是如果不能做到双盲的话 你最好就交交替做实验对照实验 实验对照对对照实验 就要做对 其实这种其实大家我们看到 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点突变小鼠 其实是一个伎量性的模型 所以说是呃这种差别 呃其实我们所观察的差别还是没有这么大的 呃所以这个时候如何来进行韩柳实验 其实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就是比如说FGF13 他本身有明显的昼夜节律的变变化 他的表达水平 我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数据 我认为就是绝大啊 其实绝大部分基因 尤其是像这类的就是非hosekeeping的基因 可能都是存在着一个节律变化的 嗯 但是我没有相关的数据 嗯 对 因为有对他有些有节律的基因就特别明明明显 就他们研究昼夜节律的就明显的一个震荡 对对对 是节律基因吗 这个可能不属于那个类别 但是我认为他是有变化的 这个波动 应该还是有 嗯 然后然后比如说早早早期发育疾病 其实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也是很难研究的问题 就是就是就是比如说大家想知道 他是在什么时候起作作用的 然后这个就我觉得就很好的联系到你做的 PT-BP-1和BP-2 BP-1是很早的时候表达 BP-2是就是成差不多比较成熟以后来表达 你怎么样确定哪个哪个下游影响更明显 嗯 对很好的问题 呃某个基因呃是什么时候发作用呢 这个我当然就是最直接的看就是看去看表达谱啊 嗯 对我们是有人类的基因表达谱还有一个当然生命的表达谱 我们其实都有的当然我们基本上认为这个基因所表达的时程越早 它可能所造成的影响也越早 呃 FTF13基因其实应该还是非常早期的表达 其实我们看到的小数的顺序应该是从 呃 从E14开始开始往上升 然后到了P0和P7之间是最高点 然后到了P14就开始下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发育发育期呃就是特异性表达的基因呃 PDPP呃呃 PDPP1和PDPP2这两个基因一个是呃 我们认为是体细胞的PDPP 然后另外一个神经性神经特异性的PDPP 然后他们两个其实是有一个这种呃 可能是一个balance的效果 就是PDPP1上升的时候PDPP2必定下降 呃 然后 我们所研究的神经系统PDPP2是比PDPP1要高非常多倍的 所以我们是focus到了PDPP2上 他们两个时序表达谱其实也不太一样 呃 我我记得呃 我记得我们的paypal里边是有相关的一个呃 做了一个表达谱的研究的 嗯 对 因为我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PBB 那那那那个PTPP1是不是就是傅向东和杨辉做的那个 哎对对就是同一个吧 是就是那个基因哦 这个基因是个非常广泛的一个作用因子 他是呃 呃让我看一下我看的呃他是一个就是呃 这一个应该叫做多聚包密定呃 多聚包密定的一个特性序列结合的蛋白呃 就是只要有CP这种呃密定密定呃呃就多聚密定的区域 它是能够特性结合的 这种白领蛋白呃 呃他整个呃下一个调控的一些基因的表达还是还有一些信号通过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 这就为什么 就是他们单独的操纵一个PTPP1的表达都可以呃 影响整个神经元的呃就是系统性的发育 他也看了看了一根mess 嗯 我们还是不要踢这边PTPP 哈哈哈 很尴尬的是吧 还行两篇PTPP其实结论很类似就是细节上不太一样 你知道我们的我们的重点不是那个事情 对对对 其实其实就就就就说至少在你们的系统里面 你你发现FGF43应该是PTPP2起作用 对吧 就是会更高 嗯 对 我们认为神经性的发育可能是就是这个东西的影响 这个PTPP2的影响是更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呃 使用的表达谱 你看就是到了PTPP1到了1416之后 整个表达量是明显的下降的Cortex 嗯 Cortex是非常剧烈的下降 而我们的FGF13这个时候是刚刚往上走 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在FGF13表达表达的变化里面 PTPP1的整个的呃 发挥作用肯定是要比PTPP2要比P1是要高很多的 嗯 是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金融啊 非常精彩的报告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 嗯 ok 我想问一下就是呃你的那个point mutation老鼠是自己做的吗 呃 对 怎么距离怎么做的呢 就是 嗯 对这一部分其实我把它 跳过了 其实点突变的小鼠利用CRISPR来做还是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paper里面也进行了也进行了这种模式的一个一个简单的模式图 其实CRISPR系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那我们其实是整个吧 呃这种序列性的SGRNA 呃转入了转入到呃 嗯 并不是转入 这个SGRNA和CAS呢 这个蛋白的一个RNA 就是一个是SGRNA就是GED RNA 另外一个是CAS9这个蛋白的MRNA 嗯 同时混在一起 然后注射到小鼠的受精卵类 这样CAS9可以表达 呃呃 然后SGRNA识别序列又到CAS9结合到这一段序列上 然后对这个区域进行切割 嗯 切割之后我们切割之后我们同时转入了一个修复模板 这是一个单和呃单链的一个呃合成的有Oligo的DNA 嗯 可以把这个C位点呃呃 改变呃 突变为G位点 嗯 这样子就呃 等小鼠的整个这种通缘修复完成之后 呃 就可以得到这种非常纯的点突变小鼠的精占 OK 呃最后你们做行为的小鼠MUTATION的小鼠是 呃两个LIO都是HORMOL的对吧 呃 我们所有的行为学实验都是用雄性小鼠来做的 所以说是一个HEMOSYX 哦 单就是半和子 嗯 纯和子的话 好像我们也做过一些纯和子的实验 然后呃 好像就是因为纯和子都是都是雌性的小鼠 可能雌性的小鼠 我看到的报告说什么雌性的小鼠 可能由于呃整个行为学表情可能没有这么稳定 嗯 并不知道那那一部分data的可能是没有没有present 然后嗯 但我们所有拿到的结果都是由雌性小鼠来做的 嗯 OK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pdbc2 你是pdbc2 binding to this mutation site 所以你看到可能看到它的binding ability 会decrease 所以导致它那个呃转入fgf13那个表那个表达那个量降低 所以你有没有看过它的那个pdbp2这个蛋白 它的binding size是是哪个氨基酸序列瑞典 然后你去看你再反去看那个从会存在同样类似病症的病人 它不是那个file utr的mutation 但是它这个pdbp2这个binding site的amilent acid对应的那个dna的mutation 也会导致同样的一个fgf13那个expression的defect 然后导致同样的一个表现 嗯 嗯 我先说的pdbp2这个是什么就是pdbp2 嗯 它是一个rn的binding蛋白 它识别的是rn的序列 就只要是一个包密定的poly 就是比如ct这种重复性的序列 它都是可以binding的上面 它有一个特异性的识别这个序列的notif 嗯 你第二个问题 嗯 然后就是这个motif的话 会不会有存在病人里面有突变 就是pdbp2 它对应的motif的对应的那个这个amilent 这个dna上就是表达这个motif的dna上面会不会有突变 你的意思是pdbp2的蛋白发生突变 对啊 它也会导致结合不上去 嗯 会的 就是p2蛋白的这种突变所导致的这种症状可能是更严重的 因为因为 嗯 据我所知pdbp2也是一个x也是一个智力障碍的相关基因 它的突变可能整个的范围更广 我我据我所看到的报告可能就是就是甚至这个基因都不能不能就是容忍一个单点突变可能就是 它可能甚至是一个显性的突变 就是这个基因这个基因因为可能通路太广 所以导致就是就可能 比如说我们这个只是点突变导致p2结合不上去 然后下入蛋白发生呃翻译量的下降就导致这个当然的表性 整个p2蛋白的变化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致死的表情 可能p2这个这个基因 嗯 知道我看到的一些报道 然后 因为我现在也在做p2相关的东西 然后 嗯 就好像我们所有的小鼠的表情都是一个杂合子的表情 就是说如果pdp2它的motive对应的突变的话 它不仅影响现在这个这个就是这个RNA的这个结合 它可能还影响很多其他的那个结合导致了整个一个可能动物都会活不了或者会产生更严重的表情对吧 对对对p2的通路是要p2是比f13要更加上游的一个基因 所以它的影响影响范围实际是非常大的 嗯 OK 然后你看到那个呃就是point mutation过后 它的那个呃 呃 上那个pranche变多了 然后它那个伸展变弱 它它的那个细胞命你觉得发生变化了吗 就是从neuron脑 estrocyte 有可能或者说从这个neuron的那个seal的那个fit 到那个galeosyl fate or something else 然后导致你整个环境的一个neffect 有没有这种 其实我们也没有做相关的研究 就是我们呃所做的成绩都是这种神经元 就是将神经元分离出来 然后研究神经元的morphology 嗯呃其他的细胞类型 其他神经细胞类型或者是 Ostrocyte 都是morphology 之类的细胞 我 对因为因为galeosyl 他就他的morphology 就会体现出这种multi branch phalotype 嗯 嗯 嗯 不知道他是不是细胞命已经发生了 defect 嗯 嗯 对我们如果有 如果有人愿意愿意 向那个销售的模型再做一步再做一点进一步的研究到 我觉得可能也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paper里面根本涉及到这一步 谢谢 谢谢非常精彩的报告 谢谢 嗯 嗯 对就是对早期发言而言 就是细胞命运的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不过不过你们老很不关心这个方向 是的 嗯 就这个也可以做一些神经元数量 或者什么发育 发育谱的一个变化 谱系的变化 嗯 对 其实这个就跟我 我刚才说 他什么时候起作用 什么细胞类群起作用 哪个脑区起作用 哪个环动起作用 都是紧密相关的问题 哈哈 对 做了这部分说不懂 就可以发更好的杂质 不叫做好好久好久好久 哈哈 因为你这个蛋白它其实就是像你说是个广泛表达的蛋白这个FGF43 基本上所有细胞都会有 对 这个细胞的表达谱还是挺广的 而且它的整个虽然有实习性 但是 之后它也并不是消失 只是表达量比较低而已 嗯 嗯 它 就知道在我们的模型里面它是作为一个微管稳定蛋白 当然微管的稳定蛋白也没有也不是只有它一个 所以说它所发挥的作用 呃是一个比较广谱 但是可能会是作用机制会弱一点的蛋白 嗯 其实我我我我对你这个实验里面有个实验比较感兴趣 因为之前没有见过就是还是那个PTBP2的那个结合实验 你做rescue实验的时候你文章里面是说你你提高了它与FGF13的biting 你具体到底怎么样提高怎么特异性的提高这个biting的呢 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的叫做PUF这个蛋白 嗯这个蛋白是可以就是就是它可以进行所谓的一个编码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蛋白它可以识别特定的区别 嗯呃这部分其实是喷育的实验就是具体的具体的实验细节 我并不是特不了解但是嗯整个的原理是这样的嗯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编辑这个蛋白然后形成一个YTAP的PUF 它来进行识别YTAP的这一段序列 然后是一个MUTANT的PUF它来识别这个MUTANT的序列 这样子的话两个YTAP Mutant的对MRN的识别的效率应该是没有明显的区别 这样子的P2的bending在YTAP Mutant之间也应该没有明显的区别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呃将嗯P2就是整个结合到就是更加多的结合到啊 MRI上面MUTANT的MRI上面嗯但是其实你这个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非常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将这个蛋白连接到P2上面 然后整个结合的MRI上这个P2的结合量是比原来更多了还是更少 其实additional这个词嗯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同意嗯只要你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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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mri来pull downpull down这个这个puf的pdbp度还有整个野生性的pdbp度 看到整个蛋白的结合量确实有上升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p2的结合量是增加了 但是这个实验可能更加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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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段的协调时间 谢谢大家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非常感谢赵静用参加今天的云端论脑活动 以及各位观众谢谢大家 然后马上我们可以结束录制